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卫报等外媒28日报道 美国白宫当天表示 以色列军队近期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的进攻和空袭 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此前在26日 以军空袭拉法一处难民营造成至少45人死亡 美国IQ新闻网27日称 白宫正在评估以色列是否跨越了拜登所说的红线 白宫28日表态称 以军最近在拉法的行动并不属于大规模地面行动 不会导致美国改变对以色列的支持 拜登总统不会改变他对以色列的政策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称 在等待以色列调查该事件后 美国将向以方寻求答案 他称该事件令人心碎 关于周日的这次空袭 我没有任何政策变化可说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科比在白宫对记者说 以色列人将对此进行调查 我们将非常关注他们的调查发现 我们将看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他还说 以色列人说那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CNN报道指出 这表明拜登并未决定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或其他军事援助 尽管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声称 他不会允许以色列在拉法发动 大规模地面行动时使用某些美国武器 科比坚称 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 以色列已经发起一场会 促使拜登暂停提供援助或武器的军事行动 而CNN报道指出 以军坦克28日首次出现在拉法市中心 这标志是以色列武士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针对拉法的进攻已进入新阶段 路透社也引述目击者的话说 以军装甲部队28日进入拉法市中心 但科比坚称 以色列28日的行动主要是在拉法郊区的一个走廊 当被问及以色列进攻拉法是否会让拜登陷入困境时 科比回答说 以色列的行动方式确实有可能使其进一步被国际社会孤立 这显然令人担忧 因为这不符合以色列的最佳利益 以色列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孤立 也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 他说道 谈到拉法难民营26日遭袭事件时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利纳辛格28日说 他不知道当时以军是否使用的是美国提供的武器 并证实美国在那之后并没有暂停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安全援助仍在继续